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芬一时钟 天安 天安好 好 星云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虽然说今天期限或是双双小跌作修 但这个星期啊 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上涨的啦 周线还是上扬的 那投资很好奇的就是下周又要如何看待呢 好的 这时候来了 下个礼拜很重要了 真的很重要 因为下个礼拜三有一个台子期要做结算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又遇到一个摩台子要结算 健安老师常跟你讲 我们台股真的很可能 一个就要两个楼铃 两次的楼铃 真的是这样 好 那这时候你就会问健安老师一个问题 健安老师你昨天不是有告诉我们 请留意一下今天短多要下场空单要进场的点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来了 健安老师昨天的结论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健安老师希望透过这3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工具怎么运用 观念怎么运用 健安老师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啊 当你在打开电视台的时候 你很认真的听家老师讲 对不对 但是我不像其他的老师 可能一上台的时候 我跟你说好 我们的工具一家半康 一家做到半康 做到的话 他们要跪到百点 跪到千点 其实真的喔 有时候还是讲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比较好一点点 对不对 没有错嘛 但是讲的东西很健康 但是有时候 遇到磐寺不健康怎么办 就没办法啊 真的半康就没健康啊 血液也不正常 血糖也不正常 要怎么办 你只能顺着他啊 真的就只能顺着他 昨天健安老师跟你讲说 磐寺真的不健康 所以请你留意一下 就是今天 昨天的结论是 留意明日的短多出场空单进场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来了 请问一下前半段 有没有按照健安老师所规划的那个样子 有对不对 但是健安老师也教你一个东西啊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健安老师跟你说实话 前半段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在窃喜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控盘手还是硬生生的把它拉起来 怎么办 那当然还是要顺着盘手去做啊 你千万不能因为盘手把它拉起来之后 你就不敢玩 都捏空捏空捏空 你就不丢去啊 健安老师教你的东西 你都没有记起来 顺势教育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价格的趋势 决定多空的方向 其他一数只是决定部位的大小 健安老师真的是倒背如流 教你的东西 你真的要把它记起来哦 所以 如果假设今天没有完成一个短多出场空单进场 那当然多空就进入了延长赛啦 既然进入了延长赛 所以盘式还是一样 長、多、短、空、橫盤整理盤 目前盤式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菅老師跟你講喔 下個禮拜真的很重要了喔 因為只剩下三缸也能表態而已 三缸就是要結算了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一陣子菅老師跟你算的是什麼 選擇選擇空單有沒有一路補到20萬口以下 沒有一次喔 三大版那個部分 所以如果假設他沒有出力 他已經贏了 但是如果他要贏更多呢 他只能把他推下去 所以下個禮拜三 下個禮拜三之前的盤式 最好的狀況 橫盤整理盤 如果不行的話 就掉下去囉 那菅老師有告訴你對不對 壓低結算是有利多方 不要去排斥壓低結算 因為壓低結算完之後 才有可能把成本壓在下方嘛 那如果成本壓在下方 不管是自營 不管是投信 不管是外資也好 成本都在下方 他有機會就拉一波了嘛 大家最期待的 不就是要到年底的時候 最好能夠看到萬點嗎 不就是這樣嗎 那你如果不讓他壓低結算 你覺得這個盤式要撐多久 我跟你講 搞不好八月份整理 九月份要整理 十月份整理 這樣真的就不用算了 真的 你看今天的量有多少 今天的量很少耶 七百億不到 七百多億而已 你覺得這個盤式 有健康嗎 沒有健康嗎 這就是這樣啊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健康啊 沒辦法啊 健康老師又不是控盤手 我只能解盤給你聽 我沒有辦法控盤給你看 健康老師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去控盤 所以啦 盤式仍然維持 是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盤 那請你記得 下個禮拜就是要做結算的動作 那健康老師的認為 就有可能會進行多空表態喔 也就是說 最好的狀況 橫盤整理盤 不好的狀況 就是A了 就是只有這兩個選項而已 很難往上去 為什麼 還是要告訴你 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告訴你 我忘記那兩個數字 昨天是不是告訴你一個數字啊 區間震盪的下緣 好不好 區間震盪下緣在哪邊 是不是在9095 你有超起來 對不對 那你不要忘記喔 昨天是不是花你一塊錢的電話 叫你打一通電話進來 是不是一個九問問4 對不對 九問問4 就是一個區間震盪的上緣 請問一下今天有沒有摸到 連摸都沒摸到 你看有多弱就好了 所以這個區間震盪整理盤的話 上緣就是在九問問4 下緣的話就是在9095 不要忘記了 這個數字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數字咧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只能成為學員 你才知道 不然怎麼辦 昨天已經開放鎖取了 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不知道這個數字的話 自己想辦法了 好不好 那講完這個之後 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盤是到底要怎麼看 等我看一下 這個盤是 如果假設下個禮拜 是由如同堅牙老師所說的 是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盤 或者是往下掉的話 它有可能框在哪個地方 那兩個數字很重要 還有一個東西也很重要 就是選擇權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選擇權的一個部分 來 最重要的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買權的壓力 好不好 我們先看左邊好了 一樣的9300點的合約 還是高達6萬9千口 昨天是7萬1 對不對 那今天掉到6萬9了 所以9300就是一個很實質很實質的一個壓力 不要忘記了 那9400、9500更不妨多論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壓力了 9300、9400、9500看起來就只剩下三天而已 除非倒樁 丁老師有說過 除非莊家願意被倒樁 什麼意思 控盤所願意用量把它推出去 今天有量嗎 一禮拜有量嗎 都沒有量 一段量都沒有 所以基本上莊家裡面壓在那邊 已經乾脆就贏了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支撐的部分 來賣權的未平常量 最遠的地方總共有9000點的合約 總共有53000 好 我有點遠對不對 那比較近的就是9000一 總共有52000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架品的合約 我們先看這邊好了 這是他支撐的一個力量 總共有39590口 9200的一個合約 現在目前架品就是9200 不要忘記了 39000 好 那我們往左邊看 左邊看的話是有45583口 所以啦 如果就以架品的合約來看的話 壓力的力道比較強 還是支撐的力道比較強 看起來是壓力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發現今天 拉到那邊就掉下來 拉到那邊就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莊家在那邊壓著啊 會不會壓得住 我不知道 不要去壓 架老師只是忠實的把這些數字告訴大家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從選擇權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框起來的區間是9300點到9100點 目前看起來框起來區間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運用工具的話 架老師給你的數字更緊了 下方是9095 上方是9問問4 你一定要搞清楚 9問問4很清楚 所以基本上框起來區間又比更小 所以如果你沒有工具的 抱歉你只能看選擇權 而且區間很大 但是如果你用工具的 你就知道 喔原來是打在那個地方 那就好辦事了對不對 這就是這麼簡單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樣老師就花比較多的時間 把目前的一個大盤的一個定調 把一個調性把它定一下 不要忘記了 現在還是一個長空短多 還是一個橫盤整理盤 對 好那所以說大盤的方向有了 大家也很好笑 就是籌碼又是如何變化咧 好的來看一下籌碼齁 這幾天外資有沒有 只有一天大買而已 完了之後就很淡定了 其他都是小買小賣 對真的是買了淡定紅茶 他應該喝了10杯 喝了10杯的淡定紅茶 根本就不願意出手啊 他已經贏了啦 我跟你講他真的已經贏了 換在9400點 那你覺得掉到這邊 一欧白 一欧白結算都贏了 今天就要出去啊 所以來看一下 做了什麼動作 你看 買超9.6億 今天就沒想要上班對不對 真的不想上班了 那資金商的部分 賣超6.5億 那加加減減 加加減減 三大法輪總共才買超了1.1億 所以這個數字 沒有參考價值 就中性看待啦 昨天也是中性看待 那今天仍然中性看待 所以三大法輪真的沒有太大的琢磨 道士自營商真的是比較挺台股啊 這樣窮來窮過去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起貨的部分 今天就偏空操作了1千4 所以啦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進空單又來到了 默默的又來到了9000口了喔 9000口算是一個中高水位喔 你不要小看他喔 那另外一個自營商的部分 跟外資對坐也一樣定進多單來到了9000口 但是嘉老師跟你講 自營商這個9000口的一個進多單 不要害怕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等一下你看了選擇權你就知道 因為他在做套利的動作 他在做套利的動作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是一個平衡的一個狀況 所以啦 其位的部分一樣 中性看待了喔 兩個中性的 來我們看選擇權的部分 好 選擇權的部分的話 沒什麼變化呢 為什麼 因為還是在增加空單 你看外資增加6800 自營商增加了3000口的一個進空單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還是一樣喔 23萬口以上的高水位 一個8萬 一個15萬 所以加加減減減23萬 那嘉老師有說過 自營商的部分 在騎握 騎握的部分的多單 其實是跟 選擇權的空單 他在做一些套利的動作啦 所以基本上看起來 外資的部分 還是屬於偏空喔 而且今天 就以三大法的一個流倉來講 是增加了1萬口左右 將近1萬口 所以就是中性偏空 來看待喔 對不起 偏空不是中性偏空 是偏空 因為口數實在太大了 好 那另外一個撲空的部分 昨天1.01 今天仍然1.01 沒有變化喔 所以還是沒有變化 來 這時候來 散戶在做什麼 散戶感覺又在被咬住了呢 61.5% 昨天好不容易上去的時候 有減到40幾 結果咧 今天又稍微往下掉了 又一股腦的衝進去買多單了 所以 我不知道 江老師不知道 我只能忠實的告訴你說 如果散戶再做多 我認為盤勢下去的機會比較大 江老師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長空還是短多嘛 那到底會不會多空表態 下個禮拜 三之前一定會做一次 大幅度的一個震盪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就以散戶多空的力道 我們當然就直接偏空來思考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籌碼很明顯的嘛 對不對 就是兩個都是偏空 那其他都是中性 來看待 好 那就是三個偏空 然後兩個中性 好 那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看巴拉光股行庫的部分 巴拉光股行庫 昨天三大法人賣超 那當然又是淡淡買超了 又是買超7.1億 小買小賣的一個狀況 賣超了7.1億 好 這個是所有的籌碼看過了 看完之後 我們趕快看K棒的顏色 到底有沒有做轉彎的動作 60分鐘的K棒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好奇 到底有沒有 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這是順勢交易的一個前提 真的 你會越來越能夠了解 為什麼 賣超老師一直跟你講這個東西 沒有人那麼省 真的 不要去想 拉回來 賣超老師有時候想想 雖然我是一個合格的正期雙分析師 解盤歸解盤 但是不要忘記了 解盤不等於交易 對不對 賣超老師是不是都教你這個觀念 改版 大家在改版 改版有跌的時候 有不對的時候 但是重點是對 第二個的時候 你知道要怎麼處理 不對的時候 你知道要怎麼處理 這才是重點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握一個原則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好不好 然後一定要去追慣性 慣性怎麼追 當然用顏色管理的概念 顏色管理的概念 然後K棒的顏色 就可以告訴我慣性的方向 紅K棒就是往多方的慣性 藍K棒就是往空方的慣性 黃K棒它就是盤整的慣性 那一樣的 要留倉的話 請你用60分鐘的K棒 去做留倉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根K棒的顏色 到底是長什麼樣 好 來 看完K棒的顏色之後 姜耀老師再補充一個東西 我又忘記了 最近 我這個最近是怎麼樣 不是常常忘東忘西的 要吃銀杏了 要吃銀杏了 對 末梢神經 有點縮掉的感覺 好來 我們看一下大盤日線級的K棒 來 是不是還是藍色的 對不對 但是有機會啦 還是一樣距離這個點點 有一點近了 越來越接近 除非空盤手 帶量把它突破 否則的話還是屬於空盤 另外我們看一下 60分鐘的K棒 昨天是不是跟你說 60分鐘的K棒 留意一下 有可能去做轉彎的動作 沒有錯吧 一開盤 在這個地方 經過了第二根K棒 真的有殺下來 有轉彎的現象 結果尾盤又拉起來了 所以 還是請你記得 要順勢而為喔 如果你真的要留單 還是請你留多單 但是重點是什麼 因為現在藍K棒 就是日線級的K棒 是空方 60分鐘的K棒 是多方 所以這時候怎麼做 兩個方法 第一個 請你縮小你的部位 去留多單 第二個 要不然你就空手觀望 這樣也可以啊 沒有人硬規定 你一定要留什麼單 不就是這樣嗎 江耀老師 江耀老師 你要記得這就是長線保護短線 這樣了解喔 好 剛剛江耀老師是不是說 要補充一個東西 忘記了喔 其實每一天 江耀老師跟你講說 尤其是你在操作期貨的一個過程當中 尤其是當充 江耀老師跟你講 在期貨當充的過程當中 真的不要有什麼自我意識去想喔 如果假設你有自我觀念的話 我相信你今天 應該又大北出場了 怎麼說 你就在那邊忽多忽空了 今天雅骨有沒有強 有對不對 昨天的歐美股市有沒有強 有對不對 所以你一開盤的時候 掉下來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動作 不然我來聴一下 倒閉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聴下去之後 挖起來 為什麼 當你接了多單完之後 挖咚咚咚咚咚咚咚 掉到9154點的時候 你覺得啊 這氣了了 所以你的多單停損改做空 對不對 結果一做空 因為殺了兩波 一波兩波 你覺得這個盤氣了了 當你放空之後 挖 又挖起來 慘 尾盤之後 橫盤整理盤 你今天是不是賠60點到120點 對不對 這不就是江耀老師跟你講的 人工盤嗎 人工盤沒有方法 請你退場觀望 昨天就提醒你的 沒有工具 你就不要去當衝 不就是這樣嗎 每一天江耀老師跟你講的都是這個 你就是不聽我的話 你就是不信閒 那怎麼辦 那就只能賠錢啊 不然怎麼辦 所以你看你今天是不是賠了60到120 但是如果假設你運用正確的方法 你告訴我 你會不會空在地板 不會吧 你的眼睛應該知道 第一根K棒就藍K棒 你怎麼會空在地板 對不對 所以拉起來的時候 這是黃色的盤整盤 你覺得會追多單嗎 你應該空到空耶 你怎麼會去接多單呢 你會不會發現 你今天的兩個錯誤都不會發生 第一個空在地板不會發生 追在天花板也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的K棒呢 不會變顏色 不好意思 你真的是在空在地板 錄在天花板 今天你兩個關點 兩個下點都是你錄出來的 這樣怎麼會通啊 不通對不對 所以聽江耀老師的勸好不好 如果沒有方法 請你退場觀望 江耀老師常說過的 你要學誰的方法 我都沒意見 你要學A老師B老師C老師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有正確的方法 千萬不要憑你自己的感覺 否則你今天就賠了60點到120點 你拚好啊 扛不出來啊 要怎麼辦 這只能賠錢而已喔 所以請你記得 不要先洗掉的去聊到大條的喔 好 那最後一個部分 江耀老師要告訴我們個股 要怎麼操作 現在是不是有一些個股可以偏多思考 有一些只是要小心要偏空呢 對沒有錯 而且這一路的基調 江耀老師一直跟你講 江耀老師真的很期待下個禮拜三趕快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下個禮拜三 如果做結算的動作 我就知道成本在哪裡 只要外資法人站在成本之上 我跟你講 我就會帶著健康有識的學業 就經常做多 但是重點就是不要急 時間還沒到 時間沒到的時候 你不要說什麼 逢低買 逢低買 你有沒有發現 你已經把你的現金全部買光光了 對不對 每天都逢低買 已經買了幾天了 你還在買 江耀老師常說過的啊 空方區 趨勢拉回買早點 宵夜 午餐 晚餐全部買光光了 一個沒很快嗎 如果再掉下去了 你哪有現金可以買 千萬不要這樣子做 順勢最重要 好 所以一樣的江耀老師跟大家講 目前看起來還是屬於 日線期的K棒還是屬於空方趨勢 所以江耀老師的基調仍然是一樣的 跟你追蹤的這九檔股票 你知道嗎 今天只有三檔上漲 其他全部下跌 而且還有好幾檔是跌停所持 那怎麼辦 江耀老師都有跟你講 都是藍K棒 那你不聽江耀老師 劝我怎麼沒辦法 所以我們來review一下 到底今天哪三檔 哪三檔股票是上漲的 哪幾檔股票是下跌的 江耀老師都跟你講 這是空方趨勢 還沒轉紅K棒 如果轉紅K棒 江耀老師一定會告訴你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看三檔股票 第一檔還是一樣 6153的一個加聯益 今天上漲了4.33% 如果可以的話 導播幫我上一下 6153加聯益 好 今天上漲了4% 還不錯 但是不要忘記 他沒有到紅K棒 第二檔的話 3498的一個陽城 他還是空方趨勢 今天漲了2% 好 第三檔5347的一個 世界限進 今天漲了1.76% 好 沒了 漲了就這樣而已 只有一檔是平盤 3673的TPK 今天是平盤 對 沒想要動 就平盤 好 剩下的就開始下跌了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江耀老師都有跟你說 好 先拉回來好了 也許江耀老師跟你講的 這些股票 其中有兩檔是沒有融資融卷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江耀老師提醒你的 是什麼 運用K棒的顏色 它要告訴你方向 如果你擁有它的話 請你要懂得要砍掉 你不做空都沒關係 因為它沒有融資融卷 也沒有辦法做空它 所以你只能把它砍掉 你不要擁有它 不然的話 留股票有沒有 留來留去留成仇 你知道嗎 像最近的生計股 不是跌的一塌糊塗 連砍都砍不掉 真的是很可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檔股票 8076的五峰 今天跌0.34% 4915的智深 今天還是跌 昨天是跌停板 今天還是繼續下跌 一樣 業績很好 好的跟鬼一樣 超好 但是它還是跌啊 沒有辦法 1123的一個 陳德 今天盤中還摸跌停 最後的時候跌6.67% 能夠融資融卷的這一檔股票 生計股它是可以融資融卷的 其他就沒了 另外一個就是4152 台威體跌停板做收 好 一樣的4162 智勤一樣跌停板做收 所以啦 做股票有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對不對 健安老師都已經跟你講 這些股票有沒有 你真的要避開好不好 好 除了這個以外 健安老師 因為今天是週末 再給你bonus兩檔好不好 如果假設你真的擁有它 健安老師真的求你好不好 等它變K棒的顏色 變K棒的顏色完之後 要擁有它才擁有它 不然的話真的不要誘有它 所以要做多要再想想就是了 對沒有錯 做多真的要想想 要站在紅綠燈前面 要停看聽一下 真的是這樣 那兩檔股票1476的盧虹 我相信很多人想要去接它的多單 有看到嗎 多久之前告訴你藍K棒 有沒有發現 黃K棒轉成藍K棒 下一根是309塊 今天已經跌到了246塊錢 多少錢 60塊 沒了 50塊沒了 60塊 一檔股票 6萬塊不見了 三天不到 所以你看 運用工具的話 可不可以告訴你說 主人家 這看起來不可以再空暗 因為是藍色的 要快挑出來 要快挑出來 不就得了嗎 結果你如果反手放空的話 你前面套牢的 你後面全部賺回來了 不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另外一檔 2049的上銀 告訴你 一樣的 不要以為這邊 橫盤整理的時候 感覺要創新高了 根本就沒有變紅K棒 結果 一樣變成藍K棒 倒退路 所以 這一種股票要不要買它 千萬不要 好不好 Bonus這兩檔股票 所以做股票 有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 你只要運用K棒的顏色 把你手邊的股票 把它打進去 你就知道 你會恍然到 我這個鉤皮到底是空方趨勢 還是多方趨勢 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不就這樣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好好想一下 做期貨做股票 是不是需要運用K棒的顏色 來幫助你判斷多空 對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馬上回來 小叮噹幾棟B選節來囉 還有雷神戰鼓秀 及銅萬水樂園喔 快來小叮噹酷量一下吧 愛有好感 介紹你好友 絲絲保肝 成分效果 今美國要點確認 加上世界級PIX GMP品質保證 更專業更嚴格 不只保你的肝 更加安你的心 我是五週品寶經理 陳文榮 我推薦絲絲保肝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以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床的世界 全新電動按摩調整床 床墊角度隨我調整 更享受更舒服 多點震動按摩 舒緩肌肉疲勞 冷暖和溫材質 給我最佳熟睡溫度 更服貼我的身體曲線 床的世界電動調整床 只要月付2800 最強男人 最硬爽騙 8月15 浴血任務3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已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2506-6808 就是今天 浴血任務3 靈光乍現 文思全有 極致的創作 杜老爺曠世奇派卡布奇諾 為你的生活 注入賽車靈魂 奧迪RSVILLA棒全新登陸 計畫科技定義未來 歡迎回來 接下來齊局看台股單元 今天要帶大家看如何當衝了 好的 建安老師要教你怎麼樣做當衝了 其實當衝的準則很簡單 還是念過一遍 抓節奏tempo最重要 節奏抓到的時候你就知道 到底今天是要用順勢盤對付它 還是用盤整盤 那既然老師有說過盤整盤請你用15分鐘的K棒 工具喔 會告訴你喔 很聰明喔 會告訴你壓力的點位在哪個地方 你請你等著做空 支撐的點位等在那個地方 等著做多 那如果是順勢盤 不要忘記囉 就用3分鐘或10分鐘的K棒 然後K棒的顏色 如果開盤就是藍色的K棒 不要客氣 一開盤就藍K棒 那當然就下一根的K棒開盤叫做空啦 沒有任何理由嘛 那完了之後 藍K棒轉成黃K棒的時候 就把你的空單給它拉出來 這樣就解決了 每一天就這樣子做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解決一件事情 來看一下 到底今天15分鐘的K棒長什麼樣 來 這是台子期的15分鐘的K棒 來我解釋一下 開盤在這個位置 收盤在這個位置 所以很明顯前半段應該是空方趨勢盤對不對 那後半段就是一個盤整盤 好 那工具會告訴你9210是一個壓力 所以在後半段的時候9210就進場做空 就這麼簡單 尾盤的時候收在92103 這段就是小賺7點 好 那我們來看前面這一段 我們看一下前面這一段 到底要怎麼做 一樣把它切到10分鐘的K棒 我解釋一下 開盤在這個位置 收盤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開盤是一個藍K棒 那當然就下一根的開盤 9193進場做空 不知道不知道 藍K棒 下一根開盤叫做進場做空 一空完之後呢 掉下來 掉下來完之後 哇 另外一隻手又把它拉起來 沒關係 拉起來就拉起來嘛 所以我們就在9205把它停損出場 所以今天 將阿賴切起 就是一個小賺小賠的一個狀況之下 安全下裝 就這麼簡單 這幾天的盤勢就是這樣 嘉然老師不喜歡給你放蕩 本來就是如此 橫盤整理盤 就是能夠保持小賺小賠就好了 等趨勢一來的時候 就是要賺大的 但是如果趨勢不來呢 只能用等的 這樣了解齁 所以啦 如果假設是一個橫盤整理盤 趨勢沒來的狀況之下 結果你在這邊追高殺低的 你看你去看一下你這個禮拜 有沒有賠很多 有對不對 所以重點在哪邊 就是你的方法不對 我掉一張圖給你看好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你今天會追高殺低嗎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在哪個地方是壓力 在哪個地方是要放空 你看 左邊是你使用的工具 右邊是嘉然老師所使用的工具 工具告訴我要在這個地方放空 結果你搞不好是在這個地方追多 哇一追多你就丟了啊 丟了就沒辦法處理啊 沒辦法處理就拼命在啊 就只能這樣 都是這樣不要再這樣子做下去了 好嗎 所以在張米菜操作期貨 操作股票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時候 請你把握一個原則 還是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真的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給它固定 剩下的就請你按表操課 不要想太多 當你想太多 過多的訊息跟道釘圖說 所轉換出來的交易策略一定是NG的 只有成功的交易模式 用K棒的顏色 操作的周期固定 再聽見老師跟你解籌碼 其實這個交易策略就是一個很優的交易策略 想不想 運用很優的交易策略 你決定啊 對 好 那在這個最後一點點時間 今天幫我們來看一下啦 到底現在有什麼樣的關盤重點 好的 關盤重點跟昨天一模一樣 既然多空表態不成 那當然就進入了延長賽了 下個禮拜可精彩了喔 聽見老師的勸 不知道這些點位了 請你推廠觀望好嗎 上方打在這個地方 九問問4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在哪個地方 如果昨天你有打電話的 九問問4 就是一個上方 然後下緣呢 就是打在9095 下個禮拜 這兩個數字仍然適用 一樣的 收完牌的時候請記得看 其他論壇 江老師跟你講籌碼 好 所以說現在天花板 以及鐵板 現在都已經繼續告訴我們了 這個指數很可能還是會持續的整理了 謝謝江恩為我們帶來這集式的分析 加上看 感謝收看 加上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